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 軒尼 還有我阿朗 今晚這個節目主題 大家都在這個 screen 看見了 今晚的節目主題為何會做這個體壇記者 我們說不叫樂器迷 無緣無故說體育的事 其實最近這個坊間茶餘飯後的話題應該離不開這四個字 就是李斯特成這四個字 這支球隊在英格蘭超級聯賽今季 以一個比起黑馬 還要黑的姿態 贏了聯賽冠軍 可以說是 風頭現在簡直是一時無兩 可以說是 很多人都在這裏 甚至在網絡上 也有很多不同的文章去分析 這支球隊為何可以用一個雲吞麵檔的班底 的班閉來去撐贏這個大財團壟斷的聯賽呢 有一件事還要說一說 就是一年前的時間 這支球隊只是在榜尾掙扎 差不多時間 他們是最後九場球贏了七場 才是逃亡的 可以說是逃亡式的爬上去十七位 最後是十四位 最終成功互級九的今季 當然就留在英格蘭超級聯賽打拼 今晚我們落氣迷的節目 亦會有四部體壇奇蹟的電影 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會把這幾部電影 其實都可以用來 跟李斯特城這個現實 可以做一個交叉的對照 可以說是 大家可以一直聽聽我們節目怎麼說 今晚我們第一部電影 要說就是這個 Money Ball 大家看到這個poster上面 還有大大隻字寫著 Brad Pete 叫作力當然應該是很強 其實Money Ball 我們在去年 我們去年的樂器迷節目 也有介紹過 今次我們都不言其凡地 又介紹一次 因為這部 也是一部相當出色的電影 但是一些評論上的事情 都今次會償量少一點 而是怎樣 在這部電影裡面 怎樣跟李斯特城這支球隊 是怎樣做一個交叉對照呢 這套Money Ball 如果有看過的觀眾都會知道 一開始 其實這部電影是處於 嚴重的資金不足的 一支美國職棒大聯盟的球隊 叫奧克蘭運動家 這一隊球 資金不足 老闆又是一個很少家的人 又不肯花錢 去賣一些好一點的球員 不是怎樣花錢 不是怎樣花錢 做什麼事 我聽另一個字 不好意思 嚇死我 我多怕我出事 Brad Pete 飾演Billy Bean 接種了球隊之後 怎樣在資金不足的大前提下 去打造一個全奇的故事 同樣地 李斯特城的情況 其實都相當相似 資金當然不夠 跟現在的豪門球隊 互相抗衡 近這十年來 其實英超聯的比賽 都離不開萬聯、萬城、車路士 這三支是豪門的球隊 都壟斷了 而且 這支李斯特城 還在未開季之前 已經有很多新聞 話說 這一隊球 還要是第一支未開 即在今季來說 是第一隊炒領隊的球隊 為什麼會炒領隊呢 這個理由更搞笑 因為領隊的兒子 同樣是李斯特城的球員 這個父親就是李斯特城的前領隊 Nigel Pearson 他的兒子 James Pearson 也是李斯特城的球員 但是 James Pearson 在原貴之後 在泰國的訪問期間 爆出了一件 在泰國召妓的醜聞 於是 這三個年輕人 連馬皮亞 神的兒子 當然就不能幸免 知道這些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始終是不見得光的 對不對 召妓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三個人沒得到 就直接踢出隊 甚至乎 球隊 主教練 James Pearson 直接被李斯特城 解僱了 於是 找了 雲尼亞里 十幾年前 曾經 重建現在是豪門的車路士 但是到頭來 被一個富豪老闆 就一鑊 甚至乎是 經常都笑他 是拿不到冠軍 是一個 LOSER 是一個 那麼多年來 都可以說 是 充當一個 叫做消防員 和二拉命 等等的 頭涵 撕不走 這個名字 電影入面的 筆比特 和他的拍檔 Jonah Hill 飾演的一個叫做 assistant manager 的角色 那 用 Jonah Hill 這個肥仔 看起來好像 樹頭樹佬 那樣 但是呢 其實他是 相當之有頭腦的 一個年輕人 和他自己 相當之推崇的一種 統計法 叫做 Cybermatrix Cybermatrix 這個統計法 是用一個統計指標 來判斷 賽場上高 棒球場上高 就是 球員在比賽的時候的表現 來去 預測這個 潛力 我又想問一問阿朗 就是 如果你對球 假設你管理當然是對球 對球沒有錢 就是 資金不夠 但是你有三個 很大牌的球員 很大牌的 很出名的球員 你會選擇 繼續用這三個人 去打完整個球員 還是把他們 高格放走 再入一些新血 這個假設性問題 我不回答 你回答不到 這個假設性問題 我不回答 OK 沒關係 結果 Brad Pitt 當然就是選了後者 放走了三個 名牌球員 其實是 三個名牌 都想走 自己 阿北比特 甚至乎 跟肥仔 一起用一個 Cybermatrix的方法 去嘗試 在市場上去找一些 價值不太高 但是在指標 統計指標上高 是 可行 是可以 打到他這支球隊 的人 是回到你 就像大家 如果有玩開 Winning或者FIFA 就會看數值 Football Manager 也是 Football Manager 也是 你就會看數值 可能這個人 他很差勁 但是他夠高 就 去前面打前鋒 是的 所有不同的一些 例如 例如 籃球來說 打中 擊中率 投球率 上旅率 或者跑動 是有多少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數字來的 進入一個 data的 分析庫 裡面 就可以衡量到 這個球員到底 潛力 是有多大 這支 李斯特成的球隊 其實就不是 才雄勢大的 甚至乎 我剛才也說 其實這間 都只不過是 雲吞麵檔的規模 而已 他的班費 都只不過是 但是球探系統 買人的 眼光 就很精準 甚至乎 很多人都猜不到 所有豪門 即是 剛才我講的幾支球隊 其實現在是 幾千萬英鎊 計算 最少是幾千萬英鎊 甚至乎 是億億的去買人 這支球隊 這支李斯特成 最貴的失購 都只可以是 幾百萬英鎊 相對來說 是少得很厲害 但是 今季 裡面有很多 李斯特成 買回來的 新簽回來 都是 令人眼前一亮 甚至乎 今年的 英格蘭球員先生 馬列斯 他自己在 2014年加盟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 試試顧額多少錢 那些錢 你猜不到 猜不到 37萬英鎊 那也算很便宜 不是說很便宜 是很便宜 是 什麼便宜 於是 今季表現大爆發 相信新價 現在應該都 不會低得去哪裏 甚至乎 今年開季前 才買入的簡迪 都只有600萬 左右的新價 同樣地 今季 應該是 之後 都會有很多人 都想叫他走 還有 不少在李斯特成 踢李斯特成 都是 豪門球隊的氣象 猜不到這一隊 都可以 沒什麼人會猜到 這一隊 會是冠軍級的人馬 還有 講回一部戲 就是 Billy Bean買回來的人 看起來 其實好像都脫皮脫骨 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就是他自己買回來 這班 即是彭球隊員 甚至乎 連個 真是落場督屍的教練 都說 喂 你這班人 全部脫皮脫骨 你叫我怎麼 信你兩個買回來的人 去出他們 可以幫我們 挽回劣勢等等 那些 結果 當然了 畢比特和中立章 都用了一些 即是用了一些 用了一些 計仔 將教練 落場的教練 一路御用的 全部換走了 那結果 換了這一班 他們自己買回來的人 之後 開始見效了 七連勝 再跟著去到後來 竟然是創下了 這個職棒大聯盟的年勝紀錄 是二十年勝 這個紀錄 都算是很可怕的 那 所以這班 而 李斯特城 剛才我們也說 前後一年 同期四月 來講比較 是由榜尾 退變成了一個榜首 其實這兩個故事 都是很清奇的 嗯 但是呢 Bennett Miller的電影 其實都是相當之 不樂續套的 是他拍過這個 Moneyball 以及最近一定是有了 Fox Catcher 這個獵狐報首 他最不樂續套之處就是 奧克蘭運動家 這支球隊 雖然在這個常規賽 創造了一個歷史的佳跡 但是呢 就是 美國的 無論籃球、足球 甚至乎 棒球比賽 都是有季後賽 一入到季後賽 第一場 就輸了 已經是 所以這個 奧克蘭運動家 這支球隊 這個灰姑娘的故事 其實都是 Bennett Miller 也是很正認不諱 不會把一個 這麼傳奇的故事 一直給他 傳奇到底 而是很 忠於現實地 但是告訴大家 這個 這個 《菲姑娘》的故事 其實都是很短暫的時間 你始終都是要面對現實 是啊 當時我看到最後 其實我覺得整套戲 都很灰下 我自己吸收到訊息 就是 就算你 一間小店 怎麼努力 你真的可以拿到整個市場 但最後你仍然 都會被大財團 騙回頭 是的 雖然你可能是 可以保持得到一定的地位 我簡單來說 759 從一個 都算是 比較小的店 突然開到全港 但是最後 都會被白階 打回頭 甚至乎我們 周一時都會看到 一些小店 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會獲得 米芝蓮 可能是 四星的 就是一個 幾好的評價 等等 只是一間很普通的小店 可能是店主嫁租 對 結果 業主 便看到 米芝蓮 即是有 reputation 有 賭 不如 乘機 加一些租 於是 令到 剛才阿朗說的 惡性循環 成真了 現在我們在香港 經常都會遇到 這些不少的個案 有很多幾十年的老店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受不了老闆加租 而被迫 結業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當時如果這樣套下去 現在真實李斯特城那裏 看前景其實有多悔 下年不知道會怎樣 對 說回電影 Billy Bean 這個奧克蘭運動家的奇蹟 當然是吸引了豪門遊的注意 波士頓紅蜜 在Billy Bean 他搭了這麼厲害的球 之後 想用一個高架 想把他叫過檔 這一個就是 就是阿朗剛才所說的一個 惡性循環 大財團 永遠都押回你 對 而且人望高處 都是人之常情 而且效力了一個豪門 你又不用怕沒錢 因為我剛才說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拿手這對球 是很窮的 手上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想想 你拿著一支 很有錢的球 那些錢你怎麼用都可以 這個其實有 就是 如果 因為錢的東西心動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個 人之常情的跌而且確 那麼 我都相信 剛才阿朗說話 其實也都會出現的 就是相信 李斯特城 完了季之後 其實都最要擔心的 就是 完了季之後 到底他這些球員 還可不可以留下 還有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如果說數據來講 李斯特城 有很多地方 話說今年的榜首 但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是聯盟裡面最差的 我們經常一看球 都會說 傳球 你拿著球 有機會贏 但李斯特城 是不喜歡拿著球 所以大家會看到 一些傳球率 或 控球在角的指數 全部都是 幾乎是 包美的 在聯盟裡面 但是 他竟然是拿冠軍 這個真是一個 很定義 你說他不控球 其實跟巴塞完全相反 是 原廠版本球 有人拿來比較 是 到底去到最後 這個 李斯特城 完了季之後 要擔心 這一班 水漲船高的球員 到底會不會 還會留在 李斯特城裡面打拼呢 還是 高架 心動 這個也將會是一個 很大的考驗 已經是 所以 這一部 Moneyball 其實都可以說 相當之現實 去反映了 現在 當下 一個 就是 商業化的球坦 帶來了一些 很 惡性的競爭 可以說 甚至乎 我們經常看運動題材的電影 都是很黎智 很激昂的 一旦我們都會說 一些類似的 接下來幾部都很黎智 之後幾部都很黎智 很黎智 有一部 不知道算不算黎智 這一部 下一部 但這一部肯定不是黎智片 這一部絕對不是黎智片 甚至看完之後 會有多少灰 是啊 因為 都很擔心李斯特城的前景 是啊 希望 不會被人拆骨拆得太厲害 今節呢 介紹完這個Moneyball之後 不如先去一去過 第一節 阿朗我們播什麼歌間場 播的歌 簡單單單 作為今年的英超champion 我們就播首 英國王后樂隊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 是這個嗎 可以了 阿謙已經說了 播歌吧 因為我聽到歌詞 已經大了 知道是哪一隻 OK 好 先去歌吧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 我們說完這個Moneyball這部電影之後 第二節呢 我們 今次開始說的其實都很 主流很激昂 很激昂 很勵志一下 其實跟這部 你自己的故事也是一樣 這部是否是勵志 都是的 都是的 還有 這個 這部是 足球電影來說 真的是經典 這部 不可能不說 尤其是在香港 如果是一部 香港人拍 原來講足球的電影 真的不可能 沒有人會提的 就是少林足球 周星馳是這部 少林足球 相信都不用再跟大家 再多介紹過故事 就算是 你沒有在戲院 多年沒有在戲院看 或者沒有看過 很大的機會就是 大台都經常播 不知道已經播了N百萬次了 但是 少林足球 這個是 打功夫 踢球 這兩樣 本來沒有什麼 拉間的元素 放在一起 到底又跟尼斯特城 有關什麼事呢 要講一講 這個少林足球 這支集牌軍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說的是少林 其實這班 師兄弟 都是在少林足裡面學過師 少林足也是佛教高僧的聖地 要講一件事就是 李斯特城的班主 是泰國人 泰國人 遺差 遺差 也都是 但是 他在走的那間 King Power 王拳免稅 也是這支球隊的主要贊助商 也是 這支球隊的主要贊助商 我不知道大家 知道嗎 但我想 都很正常 大家都猜到 其實泰國人 95% 都是信佛教的 接近95% 遺差 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 遺差 甚至乎 讀信佛教 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就是 他每一場 李斯特城比賽之前 會找一個高僧 佛教高僧 在更衣室 為球員作法和祈福 這個真的不知道 真的厲害 不知道 這個 作法祈福 於是 為什麼李斯特城可以打到曉飛 其實 會不會有可能 拜得神多 只有神秘有 是的 我們經常都說 如有神座 這四個字 也有可能 跟這件事 有可能是有關係的 當然 少林足球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步 純粹是娛樂升高的一部電影 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 星爺 如果你不誇張 不搞笑的話 那真的 很嚴重 對不對 甚至乎 這部電影是可以厲害到 例如射個波友 可以著火 甚至乎龍捲風 之類的 那現實裡面 當然是不可能會出現 這件事 除非天空也幫你 不過 其實 少林足球隊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球員 如果想可以拉回來 現實 其實也有一些球員 是有點像的 是角色上的 例如 他們有沒有綠絲底 沒有綠絲底 沒有綠絲底 我想知道綠絲底 如果綠絲底的身形 可不可以踢球 可不可以捱得到一個球櫃 我覺得半個球位也有困難 在說的 就是上一節有提及的其中一個防守中場的簡歷 都很像這個二師兄 如果大家 我這樣說可能未必記得 但如果我告訴你 他父親不是李嘉誠 我想大家都會記得 說一幕 為什麼 跌銀仔 是不是銀仔 不是跌銀仔 要不要綠幾十萬上落 田雞 不好意思 二師兄是 為什麼我又跌倒 我又跌倒是李嘉誠 那關什麼事呢 二師兄的絕招是旋風掃地堂 作為清道夫球員的角色 其實都很相似 清道夫球員都很想學這招旋風掃地堂 就是 為什麼瘋狂地掃走別人的腳下球 那減迪的表現呢 就好像二師兄一樣 攔截是快甲準的 平均一場是可以拿到4.8次 飛鏟 還有2.9次的關鍵 搶球 可以說 差不多打了大半季之後 那些人都開始害怕他 都知道 現在中場見到他 都知道自己沒有口味 那類的 當然如果我硬拉球員來說 還有很多人關係 很多人都關係 但是也不想說這方面 反而呢 其實我還想說一下 這部戲裡面 有一句對白是很經典的 你猜不猜到我想說哪句 什麼前中後場都是 所有人都是我的人 不是 謝賢那句 不是 就是 做人如果沒有弄想 和鹹魚有什麼分別 OK 這句話 甚至乎是 加傳會到一個程度 是連DSE的考生 都用來引經句點 說 古語有魂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和鹹魚有什麼分別 這個真的是世界級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夢想 夢想這個詞會 支撐著整個少林燭球隊 球隊之餘 還有吳達達的黃金右腳也是 那 這個少林燭球隊的對手 大家有看過都知道 就是食禁藥買球證的魔鬼隊 那當然食禁藥買球證 這些東西如果在現實裡面 都一定會被人查 對不對 最終這支少林燭球隊 是靠愛情的力量 還要贏回那場球 如果沒有記錯 是啊 很瘋的 那 大家都 知道這隊球到最後 是贏到結局 那個結局就是贏到獎盃回來 而李斯特城的球員也是這樣 大家都看死 他們未開季的時候 就要換稅了 那如果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開季的時候 又要易主 又要換稅 等等 那隊球一定會亂到七國禁亂 都知道 是啊 但是這隊球竟然又不是這樣 還有 班主剛才都說 班主 泰國人 遺差 都一開始下了一個order 就是 今季要先拿40分護級 嗯 那 真的超額完熟 好 那的而且我呢 雲尼亞利 一開始的時候 也一直都用護級這兩個字 做一個大前提 來去 告訴球員 我們 差多少分 我們就可以上岸 我們不用再護級了 等等 其實這也是一個 跟球員減壓的方法 可以說 就是用一個 護級的心態去打 跟一個 我要拿冠軍的心態去打 其實是完全一回事 你應該都會知道 對 可能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這班人 是 踢得更加之範圍更加之準 可以說 那結果不單止不用護級了 甚至乎是 加入了這個增冠行列 那這個夢呢 甚至乎是可以說 越發越大 那去到最終 那當然是 完了夢 大家都知道 那 大家都 就是 這部 不是 這隊球 得到了 人的認同 那 而領隊呢 最後奪館之後 雖然都 畢掩他自己 一套 烏氣的喜悅 那但是呢 他自己也都 去到最後都 在一個訪問裡面 都跟球員和球迷說 keep dreaming 是 要繼續發夢 大家都要 那 的而且確 人如果沒有了夢想的話 都很難生存的 阿朗你的夢想 還有沒有在這裏 那不說這件事 不過 說起這套戲 我覺得可以說一說 就是 有一件事是幾突破的 就是 他是打破了所有的規則 即足球場上所有的規則 都打破了 那就是 連這個守龍門 我覺得可以說一說 守龍門 原本 就是 整套 即一個足球場 應該全部都是男性去比賽 但是 到了後來 鐵布三 拿了東西的時候 就是 好像李小龍那個叫什麼 陳國坤 對 然後鐵布三 拿了東西之後 竟然找了趙薇上場 對 全部男班的比賽中 都找了一個光頭的女人 對 找了光頭的女人 打破了所有的規則 這個戲中 如果大家看小林足球打 就是千萬不要把這個 足球的規則 打破了 那部戲中 其實是沒有用的 對 看到所有的規則 都被星爺 抹走 那就是 又想不到 趙薇 他用這個太極 又可以有這麼出色的表現 對 跟今季 舒米高 對 他的表現真的不得了 對 舒米高 哎呀 sorry 我沒有找到他的圖 但是 也可以說一說 舒米高 不是當年萬聯的門神 但是 是當年萬聯門神 給了舒米高的兒子 兩仔爺 還要是無獨有偶的 是這麼巧的 同樣是29歲 第一次贏英超聯賽錦標 之餘 又是在5月2號宣佈奪 兩仔爺都是 這個真是一個命運循環 是啊 那 也都 因為這個小舒米高 都可以說 因為他老爸是一代門神 那 都會 就是 這麼多年來都 好像不太太太 都在英超 英冠裡面浮流沉沉沉 但是今次 他幫李斯特成奪冠 真是 真是 而且都可以說是 苦苦無犬子 就是舒米高的兒子 這個名字 我從當年玩Winning7的時候 開始玩他 對 到現在終於看到他 真的出名了 真的成名 就不只是在Winning 或者在Fever 對 這個真是一個 其實舒米高的兒子 都是一個很理智的故事 但是呢 我們今次講完少林足球之後 我們下一節就會說 兩個 是兩個 是兩個 怎樣蒙想成真的故事 是 好 今節講完之後 我們 又是去歌的時間 是 今節 我們去歌 呢 選的樂隊 這次厲害了 真的厲害了 大家不要想著 李斯特成這隊漁男是沒有Fans 原來是有很忠實的Fans 大家如果對英倫音樂有研究的話 就會認識這一隊Casabian Casabian 你現在看到 右手邊第二個 即頭髮不一樣的 Sarge 還是Sarge 還不記得了 他是李斯特成的超級忠實Fans 嘩 應該真是忠實球迷 他從小時候已經開始喜歡李斯特成 甚至是說 他小時候的夢想就是 去李斯特成那裡 還有一個Frontman 即是打前鋒 對 他一幾歲又想問 我不知道他幾歲 他應該30歲 30歲 30歲 沒問的 當然最後他沒有加入李斯特成 但他組了一隊樂隊就是Casabian 而他仍然都是超級忠實的李斯特成Fans 他今年季頭的時候 他就跟其他的一些隊員說 我感覺到李斯特成今年會贏硬的 每個人都覺得他神經病 誰知道他真的贏了 一與成癡 對 真厲害 這個這麼忠實的李斯特成Fans 當然 在李斯特成贏了球之後 被邀請出席 成利巡遊 對 因為他成為李斯特成Fans已經很多年了 已經皆知何盟 他出席成利巡遊 就唱了一首歌 我們先播出另一首 先播出一首叫Underdog的歌 Underdog顧名思義就是 弱女 魚腩 不可能贏的 全部都是最差的 才叫Underdog 但是 今次 在英雄裏面 就是Underdog 贏了這個比賽 對 第一首歌就是Underdog 第二首歌 這首歌更爆 一個詞語 就是Fire 不用解釋 這隊是On Fire 這隊是On Fire 這隊是很重要 好了 大家聽完兩首歌之後 我們就回來講兩個追夢的故事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剛剛介紹完少林足球之後 我剛才也講過 我今次會講兩個追尋夢想的故事 我先講第一個 話說有一個岸南 自小這個人的夢想 就是成為一個奧運的運動員 代表英國 可以出戰奧運會為國家爭光 但是這個年輕人 從小到大都沒有運動細胞 甚至乎是 都幾先天不足 做運動員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一看樣子 你不要戴眼鏡 戴著眼鏡 玩任何球類運動都容易打爆 還有他小時候的膝蓋都不好 做過很多次的一些 好像矯形手術之類的事情 其實是 這個人就是花名叫Eddie Michael Edwards Michael Edwards 去到20歲 才學玩跳台滑雪 為什麼 這麼寧寧地 要玩跳台滑雪 事關於 除了跳台滑雪 除了跳台滑雪 其實他已經沒有一件事 可以玩得好 小時候 基本上沒有一件運動 可以玩得好 但竟然被他遇上了跳台滑雪 等等 我覺得要先停一停 因為我們還沒有說這套戲名 Eddie這個 對不起 我要做英雄 這一部其實 今年 近期的新戲 真的很近期 因為我在上個月頭 前個月尾 那時候在英國也看到還在上 其實香港現在還有 不過已經很少場了 已經是水尾 這是一個英國的運動奇蹟 真的 又無理由我們 我們兩個弟子故事 都是英國人 這個Eddie 甚至是連幫他醫過腳的醫生 又或者是他父母 都是私盡了很多辦法 去叫這個年輕人去放棄 你不要再去發一個 參加奧運夢 你不是這個級別的人 同樣地 說真的 有什麼人 是沒有發過成名的夢想 我小時候也有一個夢想 就是幫香港隊 贏世界盃 這個夢想很麻痺 就是今季李斯特城的首席射手 他附近一個名字 我們現在已經說了 花名叫華迪 華迪 華迪 都是一個 和Eddie 都很多地方都很雷同 他追夢的過程 華迪 今年2016年 五年前 五年前 他還是在業餘聯賽中 踢球 因為他在16歲的時候 比石周三 這隊 在英國來說 算是薄有名氣 雖然不是在最頂級的聯賽中 踢球 但是 都是有盜的 石周三 青年軍 當年是放棄了他 原因就是 教頭認為 華迪 那副頭 太瘦太陽 完全是踢不到職業賽 因為 在講職業的比賽 是一個很講求 衝撞 和體力化的比賽 教頭認為他熬不到 於是 我相信 每一個有夢想的人 如果聽到 有個教頭這樣跟你說 其實是會 傷到爆炸 可以說 而 Eddie和華迪的共同之處 都是 兩個人 都是追夢者 但是他們兩個 也都有 當然 如果追求夢想的話 都是要有一夥 不復書的心 那Eddie呢 他父親都可以說是忍舊的 已經是 覺得他都 在這十幾年來 玩什麼 玩那樣 那樣 都會不行 於是 都想勸Eddie 做水泥學師 學了 鬥木 做裝修 指成副業 不要搞那麼多 而華迪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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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放棄了這個清分之後 完成了大學的課程 做 結果是 在一間 生產二支的工廠做技工的 是 到晚上 才是 幫這些 業餘球隊 出賽 看看比賽 等等 但是呢 這兩個人 都沒有被 那麼殘忍的生活 打擊了他們的意志 結果 Eddie 找到他的真愛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跳台滑雪 當然 真愛都不一定是 好命中注定 是可以一帆風順的 的確是 Eddie 因為 我剛才所說的 它是先天不足的很厲害 於是 它是 要給常人付出 200%都不止的努力 就是 如果 大家有興趣找 Eddie Eddie Diego的訪問 其實 Eddie 甚至乎是 自己都笑言說 你不如 如果你問我 我數了 我這麼多年來 跌斷了多少條骨頭 那你倒不如問我 數一下 有多少條骨頭 是沒有跌斷過 這樣是會容易一點點的 都要跌過千次萬次 它才是 可以做到一個 好一點點的落地 還有 喂 跳台話說 講的是 二十多米 最低的 25米 有沒有記錯的話 我忘記了 我記得最低是25米 接著去到70米 到最高是90米 最高是90米 我見到70米的那個 我真的要扭底 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自己也有畏高 你玩這個跳台話說 第一樣 不是說你的身體質素有多厲害 可以跌到地上不散 而是你要 站到那麼高的時候 看下去下面 你肯滑下來 我覺得已經贏了 是勇氣的表現 勇氣的表現 勇者不必怕 這部電影 是片中的Eddie 遇到修容他的老闆娘 甚至乎有一個前建章 就是Hugh Jackman 狼人飾演的前跳台話說的建章 被Eddie死了爛爛 終於肯教他怎麼玩跳台話說 但是 這個千里馬都要有一個百樂 Hugh Jackman的角色就是一個百樂 但是 講一下電影和現實的對比 其實 我看一下資料 其實Hugh Jackman的角色 是沒有出現過的 Eddie全部是在當年 他自己是在這個訓練場上高 是在其他 在這個集訓場上高 看著其他人跳 自己學的 是 這個真的高質 這個 好可怕 你想想 你學一人東西 你沒有師父不行 是 但是他現在是無私自通 Eddie是 雖然他不是說成績特別好 但是他 老實說做到已經是奇蹟 是啊 這部戲 雖然都很主流 很通俗的一條 很普通的一部禮智片 這部戲 無論 他跌傷 訓練 甚至乎是比賽 你都會猜到他整個套路 會是成功 還是失敗 但是 其實我每一次看著一個人 可以這麼單純的 追求一個夢想 很有趣的 Eddie的樣子 如果大家 按一下 按一下 真的 很煩 他的樣子 真的很好 但是 如果一個人這麼單純的 追求夢想 其實都很難會 沒有感覺 這個故事 還有 可能我這個歲數 還相信 童話 都有可能 是的 但是 其實 現實裡面 比起電影 是奸具很多 講多一點 一些電影和現實對照 就是 大家看看 Eddie現在身上 穿著這件 跳台滑雪的戰衣 粉紅色 粉紅色 Sharp Sharp 還蠻勇 材質 但是 其實當年Eddie 是身無分文的 他去 嘗試去參加一些歐洲的比賽 他給自己 是有一個門檻 是可以 跟這個英國的奧委會 申請 我去參加 跳台滑雪 這個運動 是的 但是 Eddie說 當年不單止是沒有錢 要打散工 賺奧費 更甚至乎 在這段 追夢的過程 裡面 他是要 在垃圾堆裡面 收拾食物 還有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瘋 就是為了省錢 而入住了精神病院幾個月 他不是瘋了嗎 其實 他這樣做都很瘋了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入住精神病院 話說其實精神病院入住的費用 就是住醫院 精神病院入住的費用 其實是便宜過住旅館 為了這個節衣縮食 真的去到這麼盡 真的不行 這個 這個就是 餓身嘗膽得很重要 這個例子 很入創意 這個想法 現在精神病院 你被遺痴不住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敢試 你給我 我真的不敢試 所以 這個 追夢的故事 真的非常瘋狂 又可以對照一下華Dee的故事 華Dee的夢想 一直都想打入職業賽 於是他在業餘聯賽的史都喬鋼鐵這隊 踢完之後 就被一些高小的組別 的費列布特再羅茲 但2012年終於被他夢想 走近了一大步 就是 其實當時 2012年 李斯特成還在英超下一級的英格蘭冠軍聯賽 打滾 那時候 李斯特成出了100萬 給更加低組別的球員 買了華Dee回來 那時候 老闆為差都以為 球胎是不是瘋了 100萬 你買一個 在低組別 聯賽中打滾 一個年輕人 都不要緊 而這個年輕人 本身也是有點麻煩 就是曾經遇走 和賭錢 其實華Dee曾經有案底 是有案底的 喂 100萬買個麻煩人回來 你肯不肯 給你 你都覺得 這個交易也是很瘋狂的 但事實也證明了 這筆很瘋狂的交易 是沒有做錯的 Eddie 他自己 講回Eddie Diego 他自己也終於捱到奧運隊了 當然過程也不乏通俗喜的色彩 這個人如果你說 是運動界的Mr.B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不過分 其實這件事情是 這個追悟的歷程 的確是 電影都會加多一些幸運 和騎士的成分 在一面 講多一點 為何說他是一個英國的體育奇跡 因為當年英國本身 他跳台滑雪的成績 都不是特別好 而且他很多年沒有參加奧運 然後他自己一個去訓練自己 再參賽 然後他獲得的成績 其實在比賽中是排第尾 但其實他已經獲得全英國最高分 對 這是一個很諷刺的事情 因為你在全世界是排第尾 但其實你在國家是排第一 對 Eddie的阿Q精神 我真的阿Q到不得了 這個人 在這個90米跳台滑雪 在1988年的加拿大奧運會 90米是最高級別的賽事 他做出了破自己和破英國紀錄的73.5米 但是其實在奧運會 是包尾的 是包尾的 包尾大班 但是 Eddie呢 接下來的動作 竟然很真情流露地跳舞 在鏡頭面前跳跳跳跳 於是 有人覺得他瘋了 但這種瘋了 竟然開始感染了很多觀眾 認爲這個人 嘩 瘋瘋的 但是竟然覺得他很純真 這件事 的而且是一個單純的追夢者 我相信他自己也想不到 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參加奧運 是他的夢想 破了英國紀錄 都叫破了紀錄 都是一件很值得開心的事情 你有沒有試過考包尾 當然沒有 應該是這麼厲害 我也沒有試過 但我真的沒見過有人 包尾都可以這麼開心 因為他包尾其實是第一 這是最重點 我在這個地方包尾 但其實我自己的地方是第一 我正啊 破了紀錄 這件事真的厲害 所以當年奧運會 甚至乎是奧委會的會長 也是開到聲 在這個奧運比賽裡面 有人封笑有人仇 也有人像一隻鷹一樣 飛翔了 在說的是Eddie的故事 其實Eddie的故事 除了Eddie the Ego 這套新戲之外 還有一套紀錄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找 咦?我真的不知道 是有個紀錄片 我也可以找 是早幾年的 但如果大家想找一部輕鬆的例子片 看看這部電影真的不可以不介紹 正啊 這部電影 還有要說一件事 就是今季華Dee大放異彩 他自己射入了24球 在聯賽射手榜 最終都只開排第二 但是 他也是今季賽會選出的 今季英超聯最佳球員 一個五年前還在打葉宇聯賽 今天竟然拿到這個成就 其實真是一個 嗯 嗯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例子啊 感人 我只可以這樣說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華Dee自己打破了一個 陳鋒11年多的紀錄 什麼紀錄呢? 就是 在連續11場的英超聯賽比賽 但是上陣之餘 也都是在這11場比賽裡面 全部是拿到入球 連續11場比賽 又落場兼拿到入球 真是很可怕的 而上一個紀錄保持者 就是曼聯的雲尼斯達來 而華Dee破雲尼斯達來紀錄的入球 正正就是對著曼聯的時候射入 所以其實 為什麼我自己也是一個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標準球迷 為什麼會喜歡足球這個運動呢? 其實也有一個暗瓦底的原因 也是 足球有些事情發生 好像明足注定 就好像這個案子 就好像華Dee的故事一樣 就是打破了上一個紀錄保持者 代表球會的創下紀錄 這個是一個很... 很振奮的一個故事 其實也是絕對值得很多... 後世很多人去學習 去景仰 去尊敬景仰的故事 無論是Eddie還是華Dee 都是應該... 都是Dee 是喔 我也發現到是 或者你們這樣都被你找到 如果一個人沒有夢想的話 你可以想像到這兩個人 如果當初沒有去堅持他們 可以成功的一個美夢的話 那... 今天他們將會在哪裡做什麼呢? 大家都不敢說 其實是 那... 今節呢 講了兩個勵志的故事之後 那... 我們又... 間長的故事 都要做一首很勵志的歌 那... 如果是講足球的話 我都不可以不播這一首 就是周國賢的黃金入球 就是這個 踢出我天地這一部動畫 在... 香港那時候 播映的時候的 中文版主題曲 那... 大家聽聽歌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講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好...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那...我們又...今晚最後一節樂器迷 那...又... 講到這個李斯特成 其實我想起還有一部電影是可以講一下 這部電影呢... 其實我反而是記得一個slogan 是... 這部電影的slogan呢... 寫著就是... 不要想住人 要想不能輸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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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是我不打算贏 但我不可以輸的心態 所以其實今季在聯賽中 38場比賽 只是輸了3場 這個成績都很厲害 這個成績真的很出色 不想再浮浮沉沉的話 就要打出一個很爭氣球 李斯特成也可以說 開著一個互給MODE で比賽 互牙互牙 竟然連聯賽的冠軍互還回來了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力不虎瀟的話 可以這樣想 而卡努這支棒球隊 本來其實我剛才都說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埋班 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就是日治時期這麼複雜的年代 埋班一對有原住民、漢人和日本人 這三個不同的民族的人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打仗而引起戰爭的危害 引起了一些旗艱和不和諧的情況 其實都很容易想像得到的 而本身這支的埋班的時候 這支團隊都不是一支很團結的個體 而這部戲裡面飾演教頭的永賴正敏 飾演了近藤教練 其實也不是一開始就可以做到一個好教練的材料 還要講一講這部CANEL的監製 魏德勝在這部CANEL之前 他剛才執導完講述台灣蔡德克原住民族的抗日的戰爭片 這個蔡德克巴萊 阿朗應該都看過了 我看完兩集 這個蔡德克巴萊 你想想兩部戲其實是兩部很不同的東西 蔡德克巴萊是講抗日的 而這個CANEL反而是講述幾個不同的種族的人 是怎樣去埋班 怎樣去打破這個戰爭的一個旗艦 來去組成一支團隊來去打這個棒球比賽 的確在那時候來說也是有不少爭議的 還有要講一件事就是 這個蔡德克巴萊這部戲 講的就是那時候的冒射事件 冒射事件和CANEL這支棒球隊 在那時候拿下了台灣的全島冠軍 殺入日本甲子園 這兩件事其實你猜前後差多久了 多久了 一年而已 是嗎 前後一年的就是 這兩件事實的事 真的差一年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會引起很多爭議 我想大家都猜到爭議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內地很多人都說 這部戲是某程度上美化了 那時候日本人殖民的一個 情況 那時候也有不少人這樣爭議 但是呢 既然組成了一支球隊的比賽 當然要多少是拿出一些團隊精神 就是要like a team 團隊精神 這部戲其實大家都可能猜不到 就是片長三個小時 那三個小時呢 其實都不只是例子片那麼簡單 而是還要看這部戲 飾演教練的永艾正敏 在這部戲做教練的一個 就是可以說 其實帶一支球隊 其實都是自己一個成員的過程 也是因為近藤 在年輕的球員年代 都是一個很放浪很不羈的人 在做了教練的時候 他一開始都是一個不太收火的人 但是隨著時間收 帶著這一幫不團結的年輕 都可以說在他身上都找到自己以前的影子 都開始明白到就是 體育精神的信念 還有怎樣去敬畏這一種精神 都是 所以呢 就去怎樣教好這支球隊 怎樣放下彼此之間的奇見 去打每一場比賽 結果成為歷史上 即是台灣歷史上 第二支 打入日本甲子園的跑球隊 因為那時候日治時期 日本歸台灣館 當然 而且歸日本館 是可以打日本的比賽 其實甲子園在日本的棒球界 當然是最透露的比賽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 日本的劇集馬動畫 都應該廣述棒球的話 對甲子園這三個字是不會陌生的 對 即是說起這個 這個 這個Carno 這對棒球隊 他參加到這個甲子園 這次這個里斯特成 他在這個 英超獲得第一之後 他可以參加歐聯 是啊 好像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是 是 創Willy應該是第一次的機會 是的 這支 狐狸城的猴隊 也都是 不怕困難 所有事情 即是他們 有個好的教練 出色的教練 還有一群完全不怕死的猴員 有很多強隊 對著他們 也都形容過這支 李斯特成 是 李斯特成 其中一個打藝口號 就是 Fearless 這支球隊的確 打出了一種 完全不怕死 向前衝的精神 結果 到最後 給了一個 童話式的結局 亦都是 這個 但是 這個 聯賽也不只是打一季 到下一季 還可以保留了多少面貌 又或者會在聯賽中 還可以保留 不要說是遺免棍 能不能在雙輪的位置上 可以打棍 這個 其實很拭目以待 小弟自己本身 都看了十多年 那麼大把 也都看著 這十多年 看到那些財團在壟斷球壇 甚至 基本上 其實每一季 除了李斯特成 其實每一季 都會看到有一些 中游球隊 會突然之間 叫做義軍突起 可以說 但是 也只不過是 極短暫的一時光 其實那些球隊 都知道 夢想未必可以發展到這麼大 覺得 贏夠醜了 拿到這麼多 好像吸引到人來住 就收夠醜了 但是未有一支那麼可怕的球隊 就是 我們 護元級之後 我們就拿冠軍 第一次看到有一支 那麼可怕的 中下游球隊 可以這樣打上來 可以說是比黑馬更黑的 一盪雲吞麵盪 用實力和拼音去打破這個壟斷 雖然 未來發生什麼事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但是 這個這麼童話式的故事 其實 都已經是值得 我也在想 如果將來老了 如何向自己的子孫說這個故事 其實 因為這個故事實在是 到了今天 其實我自己都 很難相信 是居然發生了 現在這個球炭的生存 所以其實今晚做的這個節目 不單止 講述這個李斯特成 這麼童話的一個故事 也希望勉勵一下大家 大家都不要以為 成功一定是要靠附幹 又或者 無論多努力都爬不上去 所以 現在就活生生地 放了幾個例子出來給你看 所以 第一個不算 第一個都算的 第一個 都是的 短暫地成真了 是 如果你可以加入豪門 或者加入豪門 如果是你的夢想 你都算成真了 OK 第二個 就 太魔幻了 沒有什麼可能發生的 所以 都希望 有夢想的朋友 記住 知道你自己是什麼夢想 努力去做的話 你真的不難保 希望有一天 你都可以是李斯特成 所以 今集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來個下集預告 除了這個李斯特成 是一個近期的熱話之外 《私生戀》這三個字 也是近來不少人的茶魚炮的話題 所以 下一集的樂器迷 我們的節目 就選了四部電影 去講一下電影裡面發生的一些私生戀 有許安華執導 張學友 和林家欣的《男人40》 還有米高漢尼卡的《鋼琴教師》 還有影后級的《機體白蘭姿》 住演的《醜聞日記》 這三部電影 將會跟我們講一下電影裡面發生的私生之間的不良戀愛 今晚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原唱的歌會是 今次因為這個李斯特成 有一個動物 他們的標誌動物 就是這個狐狸 即是Fox 其實早兩年有首潮歌 叫做 What Does the Fox Say? 這首歌早兩年是很紅的 是來自一對羅威的 真的完全直直無名 原本兩個直直無名的 他們是Comedian 他們純粹是棟篤笑的 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夢想成真的例子 當年他們純粹在羅威製作一些搞笑節目 然後他們創作這首歌之後 是全世界都認識他們的 這個真是夢想成真 即是狐狸這件事真的有些了道 這種吉祥物 所以現在播這首 What Does the Fox Say? 我想問一下 What Does the Fox Say? 大家聽完就知道 不過可能聽過 好像聽到在喊 Champion!Champion! 大家聽聽這首歌吧 好了 今晚節目時間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